放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位天才编写的密码 2017年11月 这里是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 加士德正在这里举行拍卖会 一幅画拍出了4.5亿美金的天价 这是有史以来卖出去的最贵的一幅画 画上是一个长发男子直视前方 一手指天 另一只手则拿着一个透明的球体 画的名字叫救世主 作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 大名鼎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 花大价钱买下画的 是沙特的一位土豪王子 之后这幅画又被放到了卢浮宫展出 但是这幅画并不像直接看起来这么简单 它和这位天才的其他画作一样 都隐藏着惊天的秘密 人们通常把这种隐藏的信息 称之为达芬奇密码 好莱坞的一部悬疑电影 用的也是这个名字 达芬奇密码 15世纪 达芬奇出生在意大利 一个叫芬奇的城市 因为他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 所以他没有办法继承父亲的姓氏 所以城市的名字就变成了他的姓氏 叫达芬奇了 达芬奇可以说是对天才这个词最好的诠释 一个人怎么能懂那么多呢 他还不是一般的懂 每一行都是出神入化集的 一般说的是行行出状元 人家是行行市状元 除了绘画 他擅长的领域还有建筑解剖天文地理 哲学 力学 军事工程非常博学 他可不仅是博学这么简单 而是头脑领先了自己所在那个时代几百年 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些设计 有直升飞机 坦克 滑翔机 潜水艇 机关枪 你能想到这是400年前的人设计的吗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达芬奇是一个密码的狂热爱好者 他一生写了7000多页手稿 用了各式各样的密码 只有你想不到就没有他办不到的 有一种密码现在已经有人破译出来了 就叫镜像密码 因为这位大画家有一个特殊的技能 就是可以从右往左写字 写出来的字就像是从镜子里看到的一样 是反过来的 也就是说你要看明白 得用一块镜子对照着看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是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吗 被解读出来的手稿 莱斯特手稿就是其中的一份 它是一位叫莱斯特的伯爵 在18世纪买下来的 所以大家就叫他莱斯特手稿了 到了200年后的20世纪 这份手稿被当时的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以3000万美元买走了 这份手稿用的就是镜像密码 手稿里记录了一些自然现象 比如化石山脉的行程 同时还记录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达芬奇说自己曾经到一个山洞里去探险 他在山洞里看到了很奇妙的东西 达芬奇还在手稿当中暗示 他的天才 他其后的成就与这段经历有关 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 他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现代人从达芬奇的画作当中 是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与这段秘密有关 达芬奇在手稿里暗示 他的天才和这段经历有关 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知道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现代人却能够从他的画作当中 发现很多与这个秘密相关联的线索 说起达芬奇的话 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幅 蒙娜丽莎吗 对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但是这幅画太小 我们还是来讲一幅大的吧 这是一幅壁画 高4.6米 宽8.8米 够大了 它是画在米兰的一个叫恩宠圣母的教堂里 当时一个公爵想要扩建教堂 就找来了达芬奇给画一幅壁画作为装饰 没想到后来成了教堂的正堂之宝 达芬奇选择教堂的食堂墙壁 画上了这幅他酝酿已久的名画 最后的晚餐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壁画已经是残缺不全的 因为教堂在17世纪突发奇想 在画中耶稣的脚下开了一道门 于是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耶稣和这三位门徒的脚了 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这幅画是一张复原图 达芬奇热衷于各式各样的创新 在画这幅壁画的时候 他没有用当时流行的壁画颜料 而是自创了一种颜料 其中就有牛奶和鸡蛋的混合液体 壁画完成以后颜色果然很明亮艳丽 但是因为颜料里包含了有机物 所以壁画在完成50年之后就因为潮湿开始剥落了 于是教堂就开始修复它 这一修复就没完没了了 直到400年后的今天还在不断的修复呢 但是越修复吧 你就越要琢磨原作的细节 也就越会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那么到底哪儿不对劲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壁画 最后的晚餐是一幅改变了欧洲绘画史的壁画 因为达芬奇第一次在二维的平面上 画出了三维的效果 壁画描述的是新约圣经当中一个最著名的场景 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 逾越节是犹太教里纪念神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解救出来的日子 当时犹太教的祭司长就准备在逾越节这一天 逮捕耶稣 但是他又不认识耶稣 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犹大 为了三十块银币的赏金就背叛了耶稣 他和祭司长约定 到时候由他来指认耶稣 在逾越节那天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在一起共进晚餐 耶稣突然就说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 最后的晚餐这幅画表现的就是 耶稣说出这句话之后 现场那个紧张的气氛 在画面上犹大听了这话 手舞前代身体后仰 脸上显示出惊恐和心虚 其他十个门徒听到这个话以后 都大为吃惊 有的在讨论到底是谁出卖了他们的主 有的直接询问耶稣 但是请注意 在耶稣右边一个年轻人的角色 过去大家都认为这是圣徒约翰 约翰是在见识了耶稣的神迹以后成为耶稣的弟子的 这个时候约翰相比起耶稣的平静和其他门徒的震惊 他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悲伤 似乎已经预知了耶稣的命运 最奇怪的是大家发现 达芬奇画约翰的手法 用的是他画女性的手法 他穿着和耶稣相似的红色袍子 人物的体态服饰脸的朝向和特征 都和达芬奇在其他画像当中画女性角色极其的相似 任何专业的画家只要是善于观察 风格成熟的都不会出现这种性别颠倒的错误 更何况达芬奇这种大拿呢 而且大家知道耶稣是没有女门徒的呀 那么问题就来咯 达芬奇到底画的是谁呀 难道说除了耶稣本人之外 竟然还有他预先知道了耶稣的命运吗 画中出现的人物 一般来讲在画家心目中都是有原型的 那么在最后的晚餐当中 用女性手法来表达的圣约翰 他的原型是达芬奇见过的人吗 这目前还是一个无解的谜 前面达芬奇在手稿当中提到的 在山洞里的奇遇是发生在他24岁的时候 他的知名画作都创作于这个时间之后 最后的晚餐创作于达芬奇40到46岁之间 24岁时的奇遇是达芬奇开挂人生的关键转折点 画中女性化的圣约翰 这个反常现象之谜也许就和他的这段经历有关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秘密隐藏在最后的晚餐里 一个叫万尼帕拉的意大利音乐家声称 他在这幅画里居然发现了乐谱 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把画面桌子上的面包和所有圣图的手当成音符 然后把五线谱印在这幅画上 这就是万尼帕拉解读出来的达芬奇音乐密码了 有人说它是过度解读 如果我们根据达芬奇从右向左写的这个习惯 把这段乐谱还原成音乐 大家听一听是什么效果啊 如果乐曲不成调或者是欢快的曲调 那说明这个脑洞是开过分了 是离谱了 但是乐曲确实是悲伤的基调 符合耶稣受难的主题 那万尼帕拉看来很可能是发现了又一种达芬奇密码 因为达芬奇本人也是一位音乐家 可以自弹自唱 也会谱曲 所以在画中隐藏乐谱 是一个很靠谱的推测 如果说绘画当中藏乐谱 这么拐弯末角到 近乎变态的事儿达芬奇都能干得出来 那么用女性手法 这种反常的做法来表达圣约翰 这么一个关键的宗教人物就更是有特殊用意的了 这个推测成立的概率就非常的大 只不过是需要更多的线索来揭示答案 现在大家还在尝试解读最后的晚餐当中的圣约翰密码 但是这幅刚刚拍出4.5亿美金天价的画作就是主 当中包含的密码已经有成熟的解读了 这幅画有个别人质疑是厌品 但绝大多数鉴定家认为是真品 画中的人物是耶稣 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观众 嘴角是蒙娜丽莎式的淡淡微笑 耶稣的右手竖起三根手指 代表着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 画上有一处细节 在耶稣的右肋附近的布料出现了折皱的痕迹 看上去像是一道很深的伤口 所处的位置应该就是耶稣在受难的时候 被罗马士兵用长矛刺穿身体的地方 这个细节很符合达芬奇的完美主义人设 他就是这么一个在意细节的人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自相矛盾 就是达芬奇是这么一个细节控 他对人物衣服上的一个折皱都这么在意 都有深刻的寓意 可是偏偏耶稣手里拿的水晶球 看似出现了重大纰漏 有分析者认为画中的水晶球 并没有真实地折射出球后面的图像 这对于鲸鱼光学研究的达芬奇来说 是犯了一个错误 可是偏偏达芬奇又是这么一个细节控 水晶球又是画中的一个重要道具 出现在耶稣这个最关键的人物手中 达芬奇要犯下这种错误 只能用高度不可能来形容 耶稣是神啊 他不能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从超市出来 手里随便拎俩包吧 他手里拿的东西一定是有意义的 所以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达芬奇貌似犯下的这个错误 其实是故意为之 他背后是有深刻用意的 一个叫亨利的鉴赏家 正聚精会神地观察着 漂浮在透明球体当中的三个白点 难道说真正的奥秘 竟然隐藏在这最不起眼的亮点里吗 比利时天文考古学家 罗伯特·鲍巴尔在1989年 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 他说埃及吉萨高原上的三座金字塔 它们的大小和位置 是对应着猎户座腰带上三颗最明亮的星星 是以此为依据来设计的 这个理论逐渐已经得到了认同 那么这个设计对于古埃及人来说 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猎户星座在古埃及人的心中有独特的位置 他是大神奥西里斯的化身 也是樱头神荷鲁斯的父亲 奥西里斯在史前大洪水之后 在埃及做王 是古埃及知识和智慧的导师 他死后复活 成为了埃及的冥界之主 管辖着永生之地 永生之地就是在猎户座腰带 那三颗明亮星星的位置 在古埃及叫做阿鲁 埃及人死后 能不能前往阿鲁这个天国 得到永生就全靠这位奥西里斯的最终判决 天文考古学家亨利猜测 达芬奇很可能就是在话中暗示 耶稣的天国世界也是在这个方位 达芬奇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信息呢 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 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言动当中的这段奇遇 破解密码的一个关键步骤 就是敢于提出大胆的设想 听起来荒诞不惊 但是呢 得能把各种反常现象 装进一个解释里去 然后呢 再慢慢去求证 再去修正 因此 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脑洞就是 达芬奇在言动当中 遇到了来自于猎户座的使者 或者说 传承这方面知识的使者 给他传授了智慧 难道说他把这位使者的相貌 画进了画里 猎户座腰带上三颗明亮的星 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森星 所以早期的翻译家 在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 经常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把猎户座的这几颗星称之为森星了 森星在圣经当中出现了三次 上帝耶和华在教导圣人的时候 往往是把卯星和森星放在一起来说的 比如在旧约约伯记里这样写道 他造北斗、森星、卯星和南方的密工 这里指的是创世主 有创造星辰天地的神力 北斗是用来指示方位的 这个就不用说了 可是为什么要专门提到 跟人们的生活、出行都没有太大关系的 卯星和森星呢 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不去说 为什么专门要说到他们呢 这是不是在暗示天国世界的位置 就是在卯秀和森星呢 也就是卯秀星团和猎户座呢 关于卯秀星和文明的联系 我们刚刚在不久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讲过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到那里看一看 同样的星象可能包含着类似的暗示 耶稣也是来到地上 传授人们通往天国的智慧 建立爱人如己的道德 这与来自猎户座更为久远的文明导师 古埃及的奥西里斯使命是相似的 都是为了留下文化 好了 总结一下 达芬奇密码很有可能是真的存在的 但是他和我们熟悉的什么摩尔斯码 德国二战时候用的那个恩格码完全不同 那这就像什么呢 达芬奇这种隐藏信息的方式 就很像中国古人用的那种藏字诗 是他学到了一些关键的知识之后 决定不以直白的方式告诉后人 可能时机还不成熟 也可能直白反而更加容易遭到非议 所以达芬奇决定通过隐晦的方式 给世人传递信息 同时又留下了一些破解密码的线索 而这一切都和他24岁 在山洞当中的那段神秘经历有关 比如欧洲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写的诸事记 还有中国唐朝预言家李淳峰 袁天刚所作的推背图 都是用这种隐晦的方式来传递天机 这也是高人们的一贯手法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被起了个发 可得去看看巴菲特的书了 没准能找出发财密码 下回头发财密码